这个每到过年 我们这里呢 每家每富都喜欢炸这个肉丸子 炸出来的肉丸子可以直接吃 或者是炖 或者是红烧 烧汤都可以 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解这个 我们苏宪本地这个炸肉丸的做法 首先这个炸肉丸我们采用的猪肉呢 是五花肉 有肥有瘦 这种肉呢 炸出来特别的香好吃 加入小料葱姜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想要肉丸好吃呢 葱姜必须要加 最好用这个大葱的葱排 把它切成细末 葱花太粗的话 可以用刀粘一下 把它粘得碎一些 生姜去过皮之后 再把它改刀切成细末 越细越好 为什么说用五花肉炸出来的肉丸子好吃呢 因为五花肉呢 肥瘦均匀 太瘦或者太肥都不行 这个时候加入我们准备好的葱姜末 这个五花肉末 我们是用机器搅的 不怕废尸的朋友呢 也可以用刀切 用刀切剁出来的效果 肯定比机器搅的好 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 鸡精少许 盐的量根据肉末的多少来添加 这个自己掌握好 再加入少许的13香 13香不要太多 先来抓拌一下这个肉末 把里面的葱姜盐味 全部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呢 再往肉末里面加入适量的水 这个水呢我们分多次的加入 加水的量不好掌握 我们可以分多次 第一次少加一些 然后我们继续的抓拌摔打 把水分全部的抓进肉末里 用手去搅拌的话 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拌 这样肉末才能够上进 肉末搅拌上进之后 如果太干的话 再次的加入少许的水 继续的搅拌 直到把水全部的打进肉末里 所以说这个加水的量 自己要掌握好 如果说水加的太多的话 就很难搭上进 给肉末上进呢 我们采用边搅拌边摔打 这样肉末上进呢 非常的快 炸丸子做的好不好吃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这个肉末一定要摔上进 等到肉末再次的上进之后 再往肉末里加入三个鸡蛋 加了鸡蛋之后 炸出来的肉丸子呢 会更加的香 这里面呢 有三斤左右的肉末 加三个鸡蛋就可以了 还是同样的操作 继续的搅拌摔打 直到把肉末摔打 搅拌上进为止 其实做制的菜很简单 就是这个摔打上进的过程呢 需要时间长一些 这一步而且必须要做好 必须要肉末上进才可以 搅拌摔打上进 这个片段呢 删减了很多 所以说这个自己一定要掌握好 想要肉丸子炸出来更好吃 和别人不一样 再往肉末里加入少许的生抽 生抽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会咸 搅拌均匀之后 最后一步加入红薯淀粉 加入少许的红薯淀粉呢 可以锁住里面的水分 炸出来的肉丸子呢 表面会更加的酥脆 里面很糯 一定要用红薯淀粉 把红薯粉呢 搅拌均匀 最后把肉末摔打成这种状态 肉末非常的粘手 下面呢 开始炸肉丸 锅烧热之后 锅里倒入干净的色拉油 先开大火呢 把锅中的油温烧制成四五层热 油温到了再调小火 这个时候开始挤丸子 放进油锅里炸 这个丸子的大小呢 根据个人的需求来 炸的小一些呢 可以直接吃 外酥里嫩 非常的香 做的大一些 像狮子头那样呢 可以用来红烧 或者是轻炖 做这个肉丸子大小 自己来控制 炸丸子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不要一次性放的太多 太多的话不好操作 丸子炸不透 肉丸全木放入油锅之后 再把火后调至中火来炸 火候一定要自己控制好 火候太大 油温高 炸出来的丸子呢 外边都浮掉了 里边还没有熟 所以说自己一定要掌握好 最后把肉丸炸成这样 颜色金黄 外表呢 有一些干硬 这个刚出锅的肉丸 特别的好吃 外表酥脆 里边鲜嫩 肉味非常浓郁 吃上一个呢 根本就停不下来 肉丸全部炸好之后 捞出控干油 放入盛器中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肉末全部炸完 又酥又脆又香 全家人都爱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快动手试着做一下吧 你们那都怎么做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喜欢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